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何虎 那么很高兴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来完善这个麦子商城的首页面的一些相关功能 首先我们一起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件 那么第十二讲呢主要是完善我们的这个网站底部的一些相关功能 那这里呢包含了前面的一些比如说合作伙伴的这个模块的实现 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还有呢就是这个支付的一个列表 这个是一个图片列表 然后就是下边的这些内容 那这个呢我们的实现其实呢也非常简单 可能稍微复杂一点 复杂一点的就是这个的实现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这个底部的一个导航的一个实现 因为底部的导航呢这里呢包含了这个链接 这个这个列表 然后列表里面呢又实现了列表的一个签套 好了我们呢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的页面该如何去实现 首先呢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左边部分 左边这一块 那么在我们上一节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可以做一点点的改变 好然后呢这里主要是 复制一个这样的列表就可以了复制下来 这个是合作 合作 加盟 OK 然后这个A标签里面呢我们随便写几个哈 比如说这个 麦子 麦子商城 OK 还有呢 麦子 学院 啊 比如说再写一个 新智达文化 传播 OK 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来 这个在浏览器当中预览一下 那在预览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列表呢 它是横着显示的 而我们效果图当中是竖着显示的 这里呢是我们需要对这个CSS样式呢做一个修改 因为我们之前呢使用的是这个品牌box 嗯 那么我们首先呢找到我们的这个CSS样式里面 我们可以呢把这个拿过来修改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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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把这个代码呢拿过来修改一下 合 做 box OK 那么这里呢把这个复制一下 注意了 这里面呢没有Ement标签 这里呢有一个A标签 我们这里可以把A标签呢 给它设置一下 Tex 啊 这个Tex Direct新设置为Num 就可以 好了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Display inline 这里呢需要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修改一下 其他的地方呢我们来刷新一下 其他地方呢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里拿过来改一下 把这里拿过来改一下 合作 可以看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里很明显这里有个 间隔啊 这个间隔呢使得 嗯 嗯 这里我们把这个拿过来修改一下 它产生了一个这个 没有I景哈 这里可以这样 OK 那这里面的这个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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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功能呢相对的比较复杂 那么这里呢 我主要把这个框架 首先给大家 先简单搭建一下 这个框架的实现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底部啊 这个是属于我们网站的底部的模块 那底部模块呢 我们这里呢应该首先是一个底部的导航 OK 这个是 底部 导航 好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里呢来定一个 DAV 好了那么DAV这里定好以后 我们 再来给它定一个 UL标签 这是先搭建框架 然后框架里面呢 我们再来 搭建LI标签 好了那么这个LI标签里面 这里面我们还要嵌套 还有嵌套 UL标签 然后 这个LI标签这里呢 我们给它放一个H4的一个标签 比如这个是 发展例子 关于我们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个UL标签里面呢 再嵌套列表 这个呢就实现了列表和列表的一个嵌套 就列表里面呢 再来嵌套一个列表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原理 OK 那关于我们 比如说 发展 经历 哦 有这个 企业介绍 哦 这个我随便写几个就可以了 然后 接下来就是 这个LI标签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复制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总共呢是五个 我们根据效果图 好 好 这里打开效果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第二个是 付款方式 送货方式 这里 付款 方式 送货方式 还有 社后服务 购物帮助 社后 服务 啊 购物 帮助 然后这个下面的这些文字呢 大家下来自己去修改 我这里呢 把这个大的 啊 框架呢给大家列出来 那现在框架就已经确定了 首先呢 这是一个大的啊 这个 dv 我们可以给他定义一个id 这个 foot nv 啊 就是我们底部的一个打行 navigate 然后 这里面呢 我们再来给他设计 css 样式 这里呢 为了啊 显示的更加清楚 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呢 先来给他定一个 style type ok 那这里呢 找到 复制过来 那么首先 呃 这个我们要给他定一个background 背景 背景啊 背景呢 我们可以选择 就是我们之前呢 定义的一个 这个 啊 那么根据我们效果图里面呢 这个 dv 它的高度 大概是126个小数 我们呢 这里呢 就设置一下它的高度 啊 为126个小数 这里呢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基本效果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然后这里面的列表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列表呢 还没有去实现 它里面的这个列表的内容 还有它的这个 排行平铺的这种方式 这里呢我们要来 给大家设置一下 现在看起来还比较的凌乱 哈 然后 这里面呢 有个UL标签 这个UL标签呢 我们可以给它设一下 margin为0px parlin 为0px 然后对于 还有就是 这个UL标签 下面呢 有个H4标签 这里呢 我们也要给它设一样式 暂时呢 先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UL标签 下边 我们 因为它下边还有五个指标签 五个指标签 那么我们可以呢 先找到这五个 啊 这五个指标签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它定一个 啊 定一个class OK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 自己呢 在这儿给它定一个 list 啊 name 好 那么对于这个标签呢 我们要给它重新设置一下样式 首先 首先 要找到 这个list navi 因为它这里使用的是class来定义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 直接在前面加个点 然后 然后 这里呢 给它定一个 嗯 list style 我们可以设为 none 并且呢 还有就是它的 这里它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平铺的方式 啊 第四个显示方式 inline block 我们可以这样给它设置 那么 这里呢 呃 再加了一个wireless 就是它的宽度啊 哦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 把这个样式把它全部应用到下边的 这个ali标签当中去 好 用到这里 这里呢 我刚才已经给它加上去了 好 这个ali标签 给它加上这个class 然后 大家注意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好像还有点什么问题哈 这里heiden 不应该heiden 应该是href 就是链接href 这个下来改一改 这个下来改一改 ok 那么我们这里呢 把这个内容呢 把它修改了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个 现在目前的样式 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好了 那我们还有就是要给它加一个前面的一个 啊 这个导航的一个符号 那这个符号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给它添加 这个是一个UR标签 啊 UR标签 下面呢 我们还有ali标签 那ali标签呢 你可以在这里给它设置一个航高 并且呢 可以给它加上一个背景 那这个背景图 就是之前我们设置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图 这里干脆这样哈 因为我之前呢 就是做了一个demo 我可以把里面的一些样式可以直接拿过来 大家可以 呃 直接拿过来使用 哈 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直接copy过来 大家可以呢 看一下就可以了 ok 那么这个是 这个li标签下面的UR标签 它对应的ali标签 它的航高 设的是20 背景图片 设了一个 这个背景图片居中 啊 向左靠其 啊 不平波 low repeat 就是不平波 然后文字呢 呃 缩进80个像素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然后 它里面啊 这里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样式呢 给它 一并呢 加进来 这个 这个 复制过来以后 把这个改一下 因为 此处的这个 CSS 样式呢 我们使用的是 list navi 刷新 ok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么这里呢 还需要把这个 也要覆盖一下啊 不然的话 在这里样式呢 就不能得到统一 然后 我们这里刷新一下 它的基本效果 哦 基本上就有这样的一个 基本效果 然后 大家注意了哈 这里 呃 它前面呢 还有一些CSS 样式 我们一并呢 把它 复制过来 然后 这里 这个是UR标签 UR标签 对应的 这个是 下边的H4标签 H4标签 的样式呢 我们也给它设置一下 啊 H4标签的样式 然后 这个宽度 我们这里呢 设150个像素 ok 大家可以看 刷新一下 它的效果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呢 就和我们效果图里面的 非常的类似了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 对 这里面的 这个A标签 哦 A标签 它的这个内容呢 要进行一个设置 好 比如说这里呢 去掉它的向和线 好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 底部的这个边框 这个边框 我们也把它去掉 那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CSS 把它做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呢 直接加到这个Basic里面来 然后Basic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在这个底部的边框 这个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加在这里 加在这里 然后就是把这个最底下的这个边框的颜色 这里我们把它改成红色就可以了 啊 red 改成红色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那基本上呢 那基本上呢 就和我们效果图里面效果呢 就比较的类似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啊 最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模块的一个实现 大家可以再来看一下哈 嗯 那么我们首先呢 在这个大的边框 大的一个DLV里面给它设了一个背景 哦 然后呢 在这个大的DLV里面呢 设了一个UR UR标签 那UR标签里面呢 又欠它的LI标签 LI标签里面又欠它了另外一个UR标签 啊 是这种思想和原理来实现的 好 那么其他的这个CSS样式的属性呢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这个LineHeight的航高Bugground的背景啊 还有TextIntent 这个是文字的收进 这个呢是文字加粗 还有就是TextNames Left 就是向左客截 MarginTop 啊 这个是它的 这个据上部的一个外界巨围 十个像素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另外的一些功能的实现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图 这个效果图下边呢 还有一个网站的底部的一个呃 实现 那么这里呢 这些我们就 这下面呢 我们就不管了哈 这下面呢就是 呃 这些没用哈 这些对于我们这个商业网站来说没用 主要是 这个啊 这里底部 这里呢有些信息 我们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呢 我之前呢 把这个简易的框架已经把它搭建出来 我们现在只需要把这段代码把它复制到 我们这个底部导航这个首页面 啊 然后我们可以呢给它 先定一个 啊 这个 这个 多多 信息吧 这个就是底部的信息 OK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可以呢来进行重新排版一下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CSS样式把它加进去 好了那么这个加进去以后 这是底部的一个CSS样式 我们要来给它设置一下 那么对于这个DAV这个宽度高度 我们就不用给它可以给它设一个高度 这里没有变框我们也不用给它设变框 先放在这里这个样式 然后呢主要是它下边的这个DAV 这个DAV呢我们可以给它设一个航高 9 hat OK 比如25个像素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span标签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下 它应该设一个外键 外键上下为0 左右 左右比如说20个像素 其实呢这个是最好设计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刷新一下 然后这里呢还设置一下它的居中 居中 那我们直接设置这个就可以了 Texaline Central 那么这里呢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刷一下页面 然后它的效果呢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那么对于这个行高 那么这里25个像素 可能稍微有点偏高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修改 这些呢都是小问题 大家下来呢可以自己呢 去修改就可以了 好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的这一块啊 就基本上就实现了 好 那么大家下来呢可以看一下 哪个地方还有一些小的 这个漏洞的还没有完全实现了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呢 来实现一下 那么首页面 我们总共讲了12讲 大概是有240多分钟 大概有4个小时 4到5个小时的样子 那么实际开发呢 可能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如果不讲直接做的话 可能呢我们这个页面最多 也就两到三个小时就能够做完 就是完全手锹代码的方式来实现 好 那么这里大家下来呢 再看一下啊 那么这里和我们的效果图 这里呢还有一个任务啊 这个大家可以呢去实现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课件 大家看一下这里呢 还有一个支付的一个列表 那这个支付列表呢 同样的大家可以呢使用 一个UL标签和列表标签来实现 那这个列表标签呢 LI标签里面直接签到图片就可以了 那图片外边呢要加上A标签 作为一个链接 哈 那么这个我们就作为一个作业哈 留给大家 大家下来自己呢去实现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支付列表的这个功能 这个页面 那大家下来自己去实现一下 那么这里 呃 这个边框啊 应该是只是包含了这一块 然后下面是没有边框的 那我们可以呢 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然后我们把这一段啊 这个DIV的容器 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 然后放到这个外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呢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修改 OK 效果呢一下子就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下边支付列表 这个大家下来自己去实现一下 这个自己实现一下 其他的呢 我们会在下一节 给大家讲解啊 其他页面的一些啊 这个功能的实现 那这里呢包含了购物车的相关页面 好 下一节再见 再见